中国女排VS保加利亚 蔡斌喜从天降 意大利宋助攻 林盈盈冲六连胜 大家好,我是詹妹 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女排 北京时间6月15日 中国女排和保加利亚的比赛即将打响 中国女排在取得五连胜之后 也获得两天的休息时间 在上一场面对加拿大 龚翔宇的意外受伤 也给中国女排敲响了警钟 未来球队一场走得更远 靠得除了实力还有健康 所以说接下来 面对连续三天迎战保加利亚 波兰还有意大利 中国女排不论从技战术 还有体能上 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要知道本次是联赛 中国女排的目标远不止进入八强 蔡斌的终极目标是冲击冠军 在本次是联赛 也是中国女排冲冠的最好机会 意大利和塞尔维亚 作为中国女排的绝对对手 他们在本次比赛 都没有派出主力球员 而中国女排也仅 没有朱婷 所以说这次中国女排最好的练兵和夺冠机会 无疑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如果能够在这次市联赛一血前耻 拿到冠军 对于成长中的中国女排是一种巨大的肯定 球员也能在决赛的舞台上得到锻炼 所以说中国女排还是有着非常大的目标的 蔡斌也希望能够通过女排球员们参加决赛 来去锻炼球员们的信心 所以说在这两天中国女排休整阶段 市联赛还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我们一起来观察一下我们的竞争对手的比赛情况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接下来三场比赛如果能保持连胜 绝对能够奠定第一名的优势 就在昨天结束的一场比赛 意大利也算是给中国女排送来助攻 3比0哼扫了保加利亚 蔡斌也是意外惊喜 意大利哼扫保加利亚之后 无疑对于对手来说 他们的信心遭遇重创 输给意大利也造成非常大的打击 毕竟意大利也不是全主力阵盟 但是如此干脆的输球 无疑在他们积极性上会受挫 而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我们只需要乘胜追击 打好我们自己发挥出我们的优势 拿下胜利也不是问题 对于李英英来说 上场击败加拿大虽然只拿到11分 只要在关键时刻发力 还下一场面对保加利亚 李英英只好打好关键球 相信拿下胜利不是问题 漫长的试联赛 对于球员的技术和体能 都是非常大的考验 也希望我们的球员 可以分配好自己的体能 轻松应对比赛拿下胜利 朋友们这次怎么看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我们下期视频